这周发生了好多有趣的事 这周呢我终于和我在网上聊了三年的网友见面了 它其实是一个品牌的PR 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在聊比如说要选衣服呀 然后最近有什么上心呀 其实更多的我们平时都是在聊我最近有什么烦恼 因为他们品牌要来纽约拍lookbook 就终于我们可以见上一面了 看看大家吃的什么 康儿吃的是酸奶好吃吗 我吃的是他们的招牌的eggshop 一个这种小吃 你那是什么呀 炸鸡 炸鸡跟biscuit 最不健康的 最不健康的炸蛋 这一次让我知道Saki他整个人的性格非常的大方 一到studio之后呢他就立马就能够跟所有的人玩起来 而且不会怯场就会给父母比较骄傲的感觉 Saki就一直在后面 我跟着这个人走 我跟着那个人走 我跟着这个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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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ki这一次还入镜拍了lookbook 现在Saki要开始跟着模特一起拍照 我们现在在那个studio里面 在看他们拍摄 有点绿了 他们现在在街对面拍 那个模特肯定特别冷 哇 那个摄影师直接躺地上了 这就是要学习的地方 对 你要学习 那模特肯定贼冷 我很能理解他的感受 那种冬天拍春装 更多的时间就是在那个studio里面 去看他们怎么拍摄的 然后我才顺便看一看他们的新品 然后上身试了一下 我现在试了一下这件西装 是刚刚试过它的棕色嘛 就那个坨色的 然后现在试一下这个灰色 我觉得灰色比较适合我一点 它的面料是有点像那种太空棉的 有弹性的 SakiSakiSaki 他今天特别开心 今天人特别多 之后呢 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太久 就真的有点太累了 我们就先回了酒店 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了 给大家看看Saki 哈喽大家好 我穿着白裤子 因为他刚刚在外面走路 他脚很脏 因为基本上SOHO的那些精品点 什么的 都是在6点钟就关门了 我们就只逛了一个CP2和Muji 我们回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出门的时候 已经快6点过了嘛 基本上所有的服饰店 什么Acme Studios 把所有的那些服装店都关门了 就只逛了一下Muji跟CP2 给大家看一下我在Muji买了什么东西 这个是那种放在桌子上来收纳文件的 就可以把那些本子呀 就让它立起来放 然后还买了一个 这种卸妆棉 我买的是没有染色的那一种 因为我还没有用过 所以我想试一下 它是有点那种浅浅的 那种黄色 还买了两个滚衣服的补充装 因为之前的已经用完了 然后这是汤圆买的 我买了一个橡皮擦 因为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就再也找不到橡皮擦了 就家里面 最近我又开始用那个铅笔嘛 所以就需要一个橡皮擦 最后就是 这一次他最近 无级买东西的时候 在送这个袋子 是个老鼠的袋子 对呀就是因为今年是鼠年嘛 还挺有趣的 你就大概买了这些东西 等会我们要出去 去一间餐厅吃饭 是去这间 我们的外卖到了 刚刚不是说要去吃这家 Tai Villa嘛 然后结果一查 就走路要20多分钟 我们就不想去 因为在下雨 结果我们就看到 它有外卖 有那个Uber Eats 我们就点了 特别快就算到了 好了 我已经把它们拿出来摆着了 特别香 我们要来吃吃看 你 你选的是不是鸭子肉 另外一件让我真的非常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终于去逛了美国的二手店 因为我其实在YouTube上看了很多的美国的YouTuber 他们有做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二手店购物分享的视频嘛 然后经常我就会发现他们可以淘到一些很好看又便宜的衣服 但是去之前呢肯定不能胡乱的来 所以我在前一天晚上 我就像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的那样 就把我想逛的店铺一个一个的给理出来 我一般在看了网上的推荐之后 我会直接在这个Google map上搜它那个店 去看一看它的评分还有它的位置 因为这一次我订的就大概在纽约这个片区去逛嘛 那么我想的是如果要逛好几家的话 尽量的把它的位置集中在一起 让我逛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现在第一家查的这一家就感觉 店还挺多的 那我一般你可以先截个屏 因为的话要查其他家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的看到哪一家比较近 大概的一家一家的看一看它的评分 看它在上面的这个留言的数量 如果留言的数量比较多的话也会代表这一家店 它的流量比较高 流量比较高的话就说明它的衣服可能会比较多 种类也比较多一点 然后这里的评分是3.7分 要看一下店面大不大 因为店面大的话就意味着衣服肯定会多很多嘛 我现在就一家一家的把它逛一下吧 我现在目前是觉得我还是想在Blukeling这边逛 因为明天是星期三 如果进到Soho Manhattan这边的话肯定会很堵 反正就是会很麻烦了 停车什么的也挺贵的就想着 就在这边逛吧 这边年轻人也很多 可能买的衣服呢要更加的时尚一点 然后更加的潮流一点 我现在已经把我想标记的店都放在了这个Google上面了 就想标记 嗯什么鬼 我现在已经把我想去的店都已经标记在这个Google map上了 这几家总共大概6家左右吧 但我不确定明天我会不会有那个心情逛到6家 因为相关二手店都是需要时间的嘛 因为你要在里面一直不停的挑一件一件的翻看 因为它不会像那种精品店啊 它就是一件衣服它就挂的很完整 里面就是尺寸 因为像这种二手店它的那个尺寸就会非常多 然后款式就会很复杂 并且你不会提前在官网上知道它有什么款式 那么我在选的时候呢主要要看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会看它那个店面的大小 我比较喜欢去那种店面比较大的 整体看的去照片比较干净一点的 店面的排序比较简单 理得比较顺的那种 对我来说会比较好 因为像二手店它们大部分里面都会有那种 二手衣服 或者衣服放的比较旧了的那种旧衣服的味道 那么如果它再杂乱一点的话 那个我就会觉得可能对我来说 我就不太想去看了一下 这一家是我目前最最喜欢的一家 就是这一家叫Beacon's Closet 这家是我目前看下来觉得最好的 你看一下它就是整个店面装修都很现代化 感觉很新 也不会像一个二手店 就感觉很像一个有品味的那种小的精品店 进去之后呢你就看这个照片就很敞亮 空间也很大 衣服也摆得比较开一点 这样就不会有那种人挤人的情况 排列的也很整齐 也分了颜色 真的是这种就会让我看上去觉得很爽 装修的风格也是属于那种工业风的装修风格 总之这家店还不错是我最想逛的 其次呢是它这条街这样顺下来其实很近 就通过这个麦加伦公园走过来这边就是有这种Mount Vintage 这家感觉也还可以 但这家看上去就是属于肯定要比刚刚那家要差一点点的 好了明天就直接开始逛吧 我们明天见 汤儿在清 你在听什么来着 这是我们正经开车的时候的一个固定的了 汤儿花了100人民币 买了喜马拉雅上面的一个新版的《红楼梦解说》的那种有声剧 对就整个配音就配得很好 然后很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虽然我经常会因为这个听到我有点想睡觉 今天还有点冷 还是在冬天 所以我的很严实 可就是时常说 林尚金是买的 给他把人命关系的 那个小丫头子 那个小丫头子 我没放屁 这一次呢 其实我真的有讨到好几件非常好的单品 但是先和大家捋一下我究竟逛哪几家吧 第一家逛的是 Beacon's Closet 那么这一家店 其实我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整个厂子非常大 就整个店非常大 所以我就想呢 衣服肯定就会比较多 而且种类也会比较多的话 我去逛的话肯定比较容易能够选得到我想要选的衣服 那么整体这家店的整个装潢呀什么的都是我喜欢的 店铺的排列也很好 它基本上是根据种类和颜色来区分的 就有一个大类的一个种类的区块 然后再区分成不同的颜色 这样在选的时候其实非常好选 比如说你今天就是想买一件白色的衣服 你就逛它的那个白色区域就好了 这一次呢是在这家店里面买到了最多的衣服的 我现在拿了十件衣服进来试 这是一件衬衫 接下来这条裤子特别好看 裤子就是我想找的那种 我现在是把它扎到靴子里的 第一家店逛完了已经逛到了晚上 我自己是觉得说还挺新奇的 因为这是我逛第一家整个逛的我真的是 就是你觉得束手无策 你就觉得不知道从何下手 我当时一进那个店里面就整个人就傻眼了 因为就很大很大 然后他一圈一圈的衣服 然后一排一排的衣服 就整个就混乱了 但是我还是选到了不少很好的东西 刚开始我的手速很慢 直到我看到了一个日本人 他的手速 他的手速超级快 我之所以知道他是日本人 是因为他在跟他的老婆说日语 然后他就是我就看到他旁边 他在我旁边滑 然后他就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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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手就这样 然后我就说哇他真的好厉害 然后就觉得我应该也要加速 要不然我可能也会浪费时间 然后就 然后我现在就是整个手臂都很痛 不光是左手痛 左手是因为拿了很多衣服 右手呢是因为像拨那个衣服 感觉手腕也很痛 但是真的很好很好玩 还是有一些些我想买的款 没有找到合适的 现在还有几家可以逛嘛 我可以去第二家了 那么第二家店 它其实是和第一家店离得非常近的 是叫Buffalo Exchange的一家店铺 那么这一家店呢 我一进去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逛到晚上了嘛 现在冬天就黑的比较晚 整个灯光是属于白光的 就对比上一家店 你会觉得要更加亮一点 因为上一家店它整个灯是黄光 我觉得在逛的时候 如果晚上逛会有偏色的问题出现 但是这一家店它是整个那种白质光 就真的很亮 你在看衣服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衣服的颜色 而且它的排列也很整齐 整个店铺呢 大概是上一家店的三分之一 所以衣服相对而言少一点 如果对于第一次来逛的人的话 我觉得会压力会小一点点 你不会说一进去 整个人一下懵逼 不知道从哪逛起的那种状态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逛了第三家店 第三家店它其实就是在Buffalo Exchange旁边的 所以就顺路就把它逛了 现在是最后一家衣服的店了 叫Monk 跟刚刚那一家是在隔壁 就整个风格是属于那种很骨骚的店铺 并且比较拥挤一点 就衣服的排列比较拥挤 然后有大大小小的那种小的东西啊 那么这一家店我就没有逛的特别的仔细 因为它是一个骨骚的店铺嘛 那么对于我自己的穿衣风格来说 我是没有那么去感 对骨骚那么感兴趣的 这就是我这一次逛的三家店铺 那么这一次其实我没有逛特别多的店 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去嘛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而且我其实已经买到好几件很满意很满意的单品了 所以我就想着那就结束那一天吧 然后接下来就和大家看一下我这一次在二手店里面买到什么东西 反正都是我是真的觉得太超值了 反正这一次逛下来我觉得嗯 大家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我总共是买了六件衣服 一二三四五六六件 我目前所有的衣服我拿回来都是在当下就洗了 除了这一条裙子它是不能够洗的那种 然后上面已经还有吊牌 所以是一件新的裙子 所以我就没有洗 其他的都是我拿回来就直接把它洗了 二手的衣服的话我有点担心它 嗯比较就是大家穿过 然后拿去卖的时候 你不确定它究竟有没有洗 所以拿回来一定要洗一下 现在我手里的这四件是在第一家叫Beacon's Closet里面淘到的 我一件一件的来给你们说 我觉得最滑的来的是这条裤子是我淘到的 我觉得最最开心的一件单品 它这个版型是属于那种有点像裙子的 但它其实是一个裙裤 这条裤子呢我是买成20美金 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是140人民币左右的一个价格 并且它是一条Alexander Van的一条裤子嘛 所以真的非常的值得 20美金 连快市商品牌的裤子都买不到 就买到了一条Alexander Van 然后尺码正好是我的尺码 现在已经把这个裤子穿上了 你看一下 就是属于这种旁边有那种小的花边的 穿上特别有那种少女感 而且我比较喜欢它这个裤子旁边这种蓬蓬的感觉 可以显得大腿更细 就会显得整个腿比较好看 我站起来吧就这 接下来呢是一件衬衫 这件衬衫我是花15美金买到的 它是属于这种有印花的衬衫嘛 是我真的今年春天我非常想要入手的一个单品 所以我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就立马直接拿到手上了 而且它的花纹也是我很喜欢的这种比较简单一点的 大气一点的一个花纹 因为那种小碎花不是很适合我 它的这个颜色也是属于就是黑色的维基调 然后配了橘色 最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领口 是今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种power color 就是在它的这个领子的部位 这个弧线是非常非常尖的那种 然后接下来的一条裙子呢就是这一条裙子 它是属于这种有点像纸质的一个半折裙 然后是来自cost 并且上面还有吊牌 吊牌是这个人是在打7折的时候 打7折的时候买的这条裙子 然后这条裙子的原价是135 所以它大概就买成逼近100美金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大概700人民币买的这条裙子 那么我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这条裙子呢 我是花了25美金买的这条裙子 而且它还是新的嘛 所以就非常的值得 它整体的这种质感是有点像纸质的 然后有皱褶的一条裙子 我当时看上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是我今年非常想要尝试的这种抹茶绿 我是想要让它跟那种黄色呀或者橙色 来玩一个比较偏向春夏的一个壮色的 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剪裁也非常好 但是在这个部分需要注意的是 我当时在试的时候就发现这条裙子 它的尺码是4码 那么我在穿的时候腰的部分有点偏大 但是我发现它的这个裙子的部位 我现在其实已经是改好了的 它的这个裙子其实非常好改 就是它有两边两个扣子 然后这样翻过来扣嘛 所以其实只需要把这个扣子的位置稍微挪一下 我就可以穿了 我就直接买回来 然后回来之后 自己稍微的把这个扣子挪了一下位置 然后挪到我最最适合我自己腰线的位置 所以反正改起来很方便了 就是这一条裙子 接下来的一条裙子呢 是来自一个叫AYR的一个品牌 我这个品牌我本来是不了解的 然后再往上查了一下 发现是一个出牛仔裤的那种服饰类的品牌 然后还卖的挺贵的 大概一条牛仔裤都是200多美金的一个那种价位 所以是一个好的牛仔裤品牌 那么这条裤子我是买成25美金的 它的长度是属于这种百目大裤子的长度 也是我今年非常需要的一个裤子长度 我是想要把它作为说在春天的时候和我的中筒靴搭配的 那么这个搭配灵感呢是来自Slim在2020春夏的一个大寿上面的一张图片 就他们的一套衣服 就穿的就是这种百目大裤子的一个长度 就大概刚刚好把膝盖遮住的这样的一个裤子长度 而且正好也是这个黑色的颜色和这种西装的一个材料 那我当时看到那张图片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今年一定要入手一条这种类似的裤子 结果我这一次去逛二手店的时候 正正好就看到了这一条尺码也是我的尺码 我就想的是到了春天的时候 在分享春季穿搭的时候肯定是会把它利用起来 然后来和大家分享各种各样这种百目大裤子的一个穿搭方式 那么我之所以是选择在买这种百目大裤子的时候 去买二手店的衣服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像这种类型的流行 比如说这种百目大裤子型的一个裤子的流行 它是属于相对而言季节性的 它可能就是十年才会来轮一次的那种快时尚流行 所以说如果去花比较多的钱买一些很贵的牌子的话 我就觉得不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出嘛 所以如果可以花这种比较小的钱 然后买来稍微搭配一下 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两件衣服 是我在第二家店 也就是Buffalo Exchange里面买到的 我这一次去呢 除了买刚刚那条黑色的百目大裤子 我也想要买一条那种牛仔版型的一个百目大裤型 就比较短一点的 然后刚刚好在膝盖部位的 翻了一圈其实并没有找到那种长度的百目大牛仔裤 因为本身出这种牛仔裤的品牌就很少嘛 那么买的人也很少 所以可能二手店里面就基本上找不到 然后我就灵机一动 想的其实可以买那种阔腿裤 就比如说比较便宜的二手店里面的 阔腿的牛仔裤 然后自己回来剪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西风裤的一个阔腿裤 我穿上的话是刚刚好在我的小腿肚子以上的 我想的就是之后油控的时候 我会把它这个地方大概剪掉 那么关于牛仔裤在这里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是 我觉得其实真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特别是第一家那个Beacon's Closet 这些里面的牛仔裤是真的非常值得去逛一逛的 因为我当时在逛这些牛仔裤的时候 我就翻了一下嘛 然后看到了好多状态又好特别新 而且来自大牌的牛仔裤 这家的牛仔裤的牌子还不错 你看 这有DL1961 然后有Reformation的 然后这边是Rug & Bone DKNY 三乘一 比如说像Alexander Wain 比较常见的J Brand Citizen of Humanity 还看到了有些大牌的 比如说East Bell Marcon 我也看到了 还有圣劳伦 圣劳伦的牛仔裤也看到了 但是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下是 我觉得如果你要逛二手店 千万在里面不能失心疯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大牌子 但是它价格又很低 你就会很想买回来嘛 但是你一定要坚持自己 你一定要想清楚 这一次我去逛这个衣服 我是想要搭什么样的搭配 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单品 我就只去看那些单品就好了 除非你真的发现了宝藏 你再买 接下来呢也是在Buffalo Exchange里面 买到的第二件单品 就是这个衬衫 买成15美金 我当时看上它的时候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花纹 是那种非常复古的花纹 它的品牌其实我完全不认识 这个品牌是叫Charles Klein Reserva 我完全不认识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件衣服 我当时看到这个花纹的时候 就一眼就爱上了 就属于那种比较复古的花纹 但是它又不会像那种 夏威夷衬衫那种太过海岛 感觉像在度假的时候穿的那种衣服 最最重要的是它15美金嘛 大家可能会觉得 好像还是有一点点贵 对于一个又没有牌子呀 然后对于我刚刚买的那个 什么Alexander Ryan的衣服来说 可能没有那么划得来 但是它是百分之百真丝的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哇真的好值得 就摸起来很舒服很轻薄 我觉得是可以完全穿到夏天的 夏天可以当做一个防晒衫来套在外面 这些就是我这一次买到的6件衣服 总共花的钱呢 是大概100美金左右的一个价位 大概700人民币 然后买到了这么多一堆的衣服 而且我还买到了我这一次去的 非常想要选择的单品嘛 比如说一些白目大的裤子 是我今后在我的春季穿搭里面 会利用到的 这一次呢其实我整体逛下来 对二手店的一个印象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确实也淘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花了一个很低很低的价钱 把这些衣服买回来 状况也都非常好 但是这一次呢我也是觉得说 逛二手店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像是在逛品牌店铺的时候的那种消费的感觉 就是你那种购物欲的消费感 逛二手店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你在逛二手店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你下一秒会看到什么样的单品 并且它是需要的呀还是不需要的呀 来自什么品牌 你都是完全未知的 更多的像一个探险 而且你在出发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你今天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回来 那么逛实体店对于我来说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很好看的东西 那么我想要到实体店里面去实地的看一看试一试 比如说像彩妆 所以我在去之前我是有目的性的 但是像逛二手店的话呢就更少一点这种带有目的性啊 和一个比较有那种很fancy的消费的感觉 但是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 真的非常的有趣 然后这就是我这一次逛整个二手店买到的东西和整体的一个感受 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吧 就结束这一周的vlog吧 就在我比较无聊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让我非常开心的事情 并且我还把它记录下来分享给你们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哦对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在下方帮我点个赞 或者说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种类型的内容 因为这一次我和大家的拍摄形式和呈现方式 会稍微跟之前的视频有点点不一样嘛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在下方跟我留言 也可以通过点赞让我知道 以后我会在这个方向更加的精进 然后让大家看到更多有趣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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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åt 拜拜 拜拜 拜拜